这是我见过最适合越狱的监狱 眼前这道铁丝网就是自由之门 已经逃走上百人 但是狱警对此却很佛性 只是随机开枪打死三名姓儿 剩下的就任其远走高飞 在日常工作中 狱警也宛如养老的保安大爷 清晨点完名就躺在保安亭玩手机 监狱则交由罪孽深重的囚犯老大 进行自我管理 在这些狠人的铁腕治理下 整座监狱歌舞升平 时不时就结伴上演越狱大戏 本期我们跟随记者罗伊 一起去体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波马纳监狱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位于大洋州的岛国 离澳大利亚480公里 面积46万平方千米 相当于一个黑龙江省 作为食人族的故乡 该国民风淳朴武德充沛 是最穷的几个国家之一 其首都莫尔兹比港 入选世界五大最糟糕的居住地 来自800个部落的35万人 扎堆于平民窟 每天都在上演着部落战争 当地的失业率高达90% 等于人均加利敦 此外这里每两天发生一起谋杀案 抢劫性侵更是家常便饭 监狱人满为患 其中大多数都未经法院审判 但是已经被关了好几年 这次监狱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是穷 穷得荡气回城 这导致腐败行为非常严重 第二个是越狱多 恐怕是这个世界越狱案件最多的监狱 而且逃出去的犯人 预警很少把他们抓回来 波玛纳监狱位于首都远郊的热带雨林旁 分为主监区与最低安全监区两部分 共计关押着600多名囚犯 从空中鸟看 监狱外只有一圈铁丝网 因为穷得起不起水泥外墙 监控这种高科技设备 更是只存在于科幻片中 在21世纪这个互联网时代 囚犯入狱还在使用传统的纸笔登记 乍一看这泛黄的纸队 还以为是什么珍贵古籍 简单的登记过后 预警将记者拉入小黑屋 进行拖衣检查 随后将其带入主监区后 便销声匿计 因为监狱内部的事 就不回他们管了 主监区又分为待审区与定罪区 13间牢房里 关押着400多名囚犯 包括杀人犯 抢劫犯与帮派成员 其中超过一半未经过审判 牢房之间仅用铁丝网进行隔离 在这里 你几乎感受不到预警的存在 只有监狱镜头处的值班士 偶尔会象征性的出现一两名预警 但是他们从不巡逻 和囚犯之间也没做什么隔离 更奇葩的是 他们不允许携带武器 但囚犯却可以明目张胆的戴着刀 监狱内部由囚犯管理 每间牢房都会选举出一名委员 他们是犯人的老大 事实上 这里面也没什么好管理的 因为牢房里连张床都没有 只能睡在水泥地上 几十个人挤在一间牢房里 共用一个厕所 生存条件异常恶劣 只有老大享有特权 他拥有一个单人间 以及几条毯子 而想要成为老大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在坏的基础上 论资排辈 在这所监狱 囚犯罪行越重 关押的时间越长 地位也就越高 罗伊被分到了带审区的A1牢房 隶属于监狱老大奥多玛 奥多玛说 他在外面也是帮派老大 这次因为抢劫被抓了心来 看来这个帮派也不怎么样 不然怎么要老大亲自出面去抢劫 虽然在犯罪方面的能力不行 但是在坐牢上 奥多玛绝对称得上 是波玛纳监狱的传奇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 第一次入狱 到现在四十年的时间里 他曾进行过多次越狱 经常顺着电线杆 就滑了出去 可以说奥多玛的越狱石 就是波玛纳监狱的家故事 这个牢房内共有53人 神奇的是 这些来自不同部落的精神小伙 在外面剑马弩张 但一入狱就成了 亦父亦母的亲兄弟 气氛融洽无别 因为带审区的犯人 不允许参加工作 监狱也不提供课程或娱乐活动 囚犯之间只能自娱自乐 每天一起抽烟吸毒斗地主 唱跳rap踢足球 甚至还组织了一个话剧社 一起排练 狱警爆锤小囚犯的苦情戏 早晨七点半 牢房正式开门 为了防止有人在夜间越狱 狱警每天都要进行点名 几百名囚犯一无疯的 汇聚在广场 却只有两三名 手无寸铁的狱警 但凡发生暴动 狱警就得为国捐躯 点名结束后 囚犯会到各自的牢房 领取早餐 每人的标配是一杯茶 一罐饼干 发放时老大会站在一旁 严密监视 以防有人多拿 吃完饭后 囚犯还要打扫牢房 正所谓监狱是我家 卫生靠大家 因为穷的买不起扫把 囚犯只能人手一块破布 一边甩一边锻炼身体 牢房内还没有水龙头 囚犯只能扛着水桶去外面接 中午11点 400名囚犯排队临去午餐 米饭与肉罐头 由于预算有限 监狱非但没有蔬菜 就连大米也不够 来晚的犯人就只能饿着肚子 由于监狱禁止家属给犯人寄送食物 他们只能自己种菜 但是人多地少 种的菜也没什么收成 大多数犯人都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 下午4点 牢门再度封锁 犯人要在闷热昏暗的房间里 待上156个小时 到了晚上 室内一片黑暗 所有的娱乐活动也不得不厌其稀果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半 才能重见天日 如果犯人被定罪审判 那他会被转移到定罪区 与普世无化的代审区相比 这里无疑于是富人区 因为能够插队受损的 无疑都是一些成功人士 包括警察与议员 这里一间囚室 只需要抓28名囚犯 每人都想有一张床 以及两条毯子 定罪区的犯人 生活丰富多彩 他们获得了工作的权利 可以免费为监狱上班 例如到监狱厨房 为400多人做饭 监狱不通水电 吹去只有这几口原始的火炉 需要自己砍柴 这也让囚犯得以接触到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一把斧子 少数表现优异的犯人 可以到监狱外的农场工作 这里饲养着马猪牛等牲畜 监狱通过出售这些肉食 维持运转 只有圣诞佳节前 才会分给犯人 一些微不足道的肉 囚犯们自带砍刀 负责保护牲畜 手刃偷猎者 而这里的狱井 依然是和平哥 手无寸铁 万一犯人想不开 想要大开杀戒 狱井没有任何反制手段 恐怕只能自杀 给他们助助性了 整座监狱 只有20多名狱井 并且都是赤手空拳 在如此宽松的管理体制下 越狱也就成了 这所监狱的常态 几乎每月都在发生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剪断铁丝网 直接钻出去 一名从业20年的老狱井 带着罗伊 欣赏监狱的名胜古迹 眼前这个洞口 曾经一次性钻出35人 不远处更大的那个 更是一次性 逃了65个 而狱井只是顺手 击毙了三个幸运儿 其他的则随便跑 反正我不追 因为铁丝网外 就是热带松林 里面遍布着毒蛇 鳄鱼与沼气 狱井每月的工资 只有500美元 为了几百块钱 玩什么命呢 那有小伙伴就好奇了 这剪断铁丝网的钳子 哪里来呢 很简单 问狱井要就行 你没听错 这里的腐败程度 令人责舌 通常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钱 所以说 这些囚犯能够越以成功 还有狱井的一份军工章 为了自由 主监区的囚犯 不惜进入原始雨林搏命 而在几百米外的 最低安全区 自由却唾手可得 与简陋的主监区相别 这里环境优美 一间牢房只需要住12人 床厕所电视应有尽有 居住在这里的囚犯 也非富其贵 往往都是受过 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 甚至出狱报告 都可以自己赚钱 他们外出工作 也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狱井就像是 小区门口的保安大业 囚犯只需要指挥一声 便可以随意进出 与其说这里是监狱 倒不如说是一个度假村 这优越的生活条件 看得罗伊嘖嘖称截 只能说 同是犯人 亦有差距 喜欢的话一定要关注点赞 见识君和大家 一起看更大的事件 我们下期再见